大家好我是小林 小伙伴们注意了 这个中国经济啊 彻底崩溃了 彻底没救了啊 而这个金三胖啊朝鲜政权啊 那是 已经瑟瑟发抖 他慌了啊 这个全球局势的这个 巨变呢即将来临啊 最新消息啊来自这个 中国股市的香港股市中国人民币汇率全线暴跌啊 今天拿这个全线跳水啊 里面我们结合这个最新的里面究竟是哪些板块跌的厉害 为什么跌的这么厉害 而后市又怎么看 我们综合的分析啊 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前景 而且呢 这里面啊 我们结合今天另外一个大消息啊 就是朝鲜啊 这个金家皇朝啊 干了一票大的啊 把那个路直接直接给搞了啊 要要什么彻底断绝联系 哎很多这个 小伙伴吃瓜群众啊 感觉很慌 哎呀是不是这个邪恶轴心啊 要有动作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 哎呦这个是不是要打韩国啊 这个我告诉大家 究竟是 朝鲜怕韩国 还是 那我是应该我们啊 这个正义联盟 要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还是说这些丑陋的邪恶轴心 已经是荒了呢 是他们怕我们 还是我们应该怕他们呢 所以今天我们综合 还有朝鲜啊 你看东亚 是不是这边 你看这个台湾越来越主动 哎 中国竟然均演只均演一天 其实背后啊 都有一个极大的变化 你包括以色列啊 这个这个是越走越顺啊 这些事情啊 这个令人振奋人心 还有这个俄罗斯已经剩下半条命了 这个时候 究竟如何看待现在这个全球局势啊 所以我们 做一个更 更加这个具体的分析啊 我们一起来具体看看 结合一些最新的新闻 好 那我们先说中国 中国经济其实是这个大变局里面 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 这里面 我们 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细胞贼 躲的啊 躲起来了 这里面 我们首先啊 这个来看看今天这个股社 A股 这个三大指数啊 怎么上海 深圳 中国这个创业板指数 就是中国号 号称中国的 这个纳斯达克嘛 科技股板块 圈线暴跌啊 上证指数直接就3200点 保不住了啊 这个暴跌 2.53% 深层指 也是暴跌 2.53% 一样 创业板指数 跌3.22% 下跌股票数量啊 4000多5000只啊 全线下跌 行业板块呈现 普遍的态势啊 什么这个 煤炭啊 钢铁啊 证券啊 金融啊 工程机械汽车全部跌幅 居前全部都跌啊 所以行业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你比如这个 哪些股在带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 这个端里啊 你比如今天一开盘 华润啤酒啊 你看这个国有的啤酒巨头 开盘就快速走低啊 重挫啊 一度重挫超过10% 你看总市值跌破那个千亿港元 据了解啊 你看铺机构普遍分析认为 市场对下半年啊 你看这个啤酒销售 这个不是下半年 现在 快过完了啊 三季度都过完了啊 这个业绩表现非常不乐观 这里面的国性证券也指出 第三季度以来啊 弱势是延续的 餐饮 夜场等餐饮区到这个景气度啊 仍然是低位啊 低位 啊这个机构进一步指出呢 国庆长假 你看 十四季一天的出来了 国庆长假 中国大陆那个国庆啊 呃 啤酒消费啊反馈 非常差 非常差 啊这个政策没有什么效果 所谓什么史无前例的刺激 另外一个方面啤酒行业已经转入淡期 啊 现在中国老龄化也喝不动 是吧 整体看当 为什么中国老龄化特特别你看这些消费调的特别厉害 因为中国没有医疗保障 中国人的衰老是比外面很多的国家是来得快很多的 啊 人家那个欧美社会呀 日本这边很多老人家很精壮七八十岁还开开个哈雷机车 中国 中国 各方面的医疗条件导致中国人 他到了某些年龄之后 其实他 你可以讲 你把 把它比喻于就汽车的话 中国这个 中国 大陆居民啊 他们的这个这个报废其实快很多的 啊 所以说这是实实际记啊 这这不是说这个 就跟这个医疗条件各方面是有关系的 医疗条件好 你看人家就没有这么明显 所以中国很明显 也跟这个整体的经济啊 人口有关系 所以这个市场下半年对啤酒这个业绩预期非常不好 这就是什么 实际出来效果 你看整体经济基本面都不好 所以之前这些一窝蜂啊 羊群效应现在就被适时打脸 所以基本面并不好 你看什么票房也不好啊 所以我我们跟进的这些素材啊 但是相当有价值 啊你看这这实际情况出来确实不行 那另外一头呢 我们看到这港股也是暴跌呢 啊 两万点就会守不住 所以搞半天就没有涨过 啊 然后人民币汇率同样是突然间急速跳水 直接就就崩溢这7.2去了 所以这个这个汇率资金外逃 这个又全全是老样子 这象征什么 象征着本轮就是 基本失败 就就就就就了等于没救 但是救了等于没救 会导致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 振兴信心 这更没信心了 我原来政府出台大量的政策 还是老样子 那你想每一次的救世 就是失败 就会累积大家这个投资者啊 对这个市场他已经无力回天 然后已经陷入深渊的这这种预期会更加强化 是吧 所以就就更加觉得中国是没救了 所以我说他崩溃了 没救了 是个非常精准的一个一个一个描述 不是说的一个夸张真不夸张 他就是没救了 因为你你我说的中国现在就像那ICU 啊这个这个 每次电击一下就逼一下 那个每次踢这个电击一下 他就逼一下 是吧 他要不电击他就不会动 每次电击一下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抢救一下 他他就跳一下 那你总不能一直电击他呀 是不是啊 所以这这这玩意你看他就 抢救不回来啊 现在中国经济就这个这个卵呀 另外一个呢我们周末也提到过 近期啊你看今天又有这个上海的投资者呢 是赛出银行信贷资金 被银行提前收回的截图 被银行提前收回根据该截图 这位投资者啊向银行借了20万的这个消费贷 因为其信贷资金涉嫌入市交易啊 啊就涉嫌买股票不给买股票 银行勒令 其在一个月之内将资金全部还行 所以昨天啊有那个很棒啊 有那个网友说他已经昨天最高点 给这个中国呢那那些股票 直接开空仓直接做空他啊 我说今天他已经是赚的一 赚的盆满钵满啊 我恭喜他啊 所以收看小林财经你看他他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也做出我们这个是看上去是半鱼好像有点娱乐化 其实我们都非常认真分析了 所以既有娱乐性又有分析性 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个 一个核心 所以非常棒 所以这个点点赞订阅要加强一点 那个赶紧冲破5万订阅 这个随便说几句啊 回来你看今天就又有投资者 就是9月27号啊 被银行审核啊 啊这个要要你看啊 马上你违规啊 要要一个月之内要交回去 那这肯定就不止一两个了 所以这些又反反复复的政策啊 意思又说我们那个旧事啊天堂旧事啊 要回头啊 你看那个投资者这个啊 一进去他又不一样 如果中国啊作为一个独裁政权 有心搞理干脆就让他们炒算了 反正都是这 所以就一窝 你就让他们一窝蜂嘛 但他又怕 所以习近平他他非常矛盾 那一方面他他又想来个忙的 但是就他 习近平没有成功塑造一种就是 独裁者的强硬 就或者说一种就是 对付啊 我们叫这个金融 我们叫做对付吗 他没有对付他的这种 他出台一个政策一定要让市场得出正反馈 现在习近平犹豫他这个政策又比较犹豫啊 又又不是很正确啊 往往他是个上台这十几年 他干很多事情 都得不到正反馈 然后大家 他整个市场对于习近平已经没有信心 那现在很多银行的也是说 啊这个消费贷资金进入股市啊 是会严格审核 那后面就就没有这些投资基金呢 啊真是本钱呢 好那就没有那么多钱进去了 全部本钱 老百姓现在都没钱 你看那刚刚的啤酒也不消费嘛 所以整个中国经济是很糟糕的 他今天还有看到一个很麻烦的 我这个一冒出来我就感觉很麻烦 就什么呢 就又有又有一一个危机冒出来了啊 就是什么呢 就最近呢很多这个医院呢 还有政府啊 啊这由于这个很很长时间对这个医院 他是没有结账啊 因为中国都是国有嘛 这国尤其是医院基本上的国有的 然后国有就跳出来了 很多这个上市公司跳出来 哎啊你习近平要结账啊 啊要解决欠款问题啊 要解决地方债问题啊 然后就有你看这个什么普尼测试 迪安诊断 蓝胃医学啊 这个润达医疗 达安基因的华达基因等等等等 这些公司集体就可以跳出来 跳出来什么呢 就说我们欠了很多款政府还没给哦 啊这个欠到什么欠到那个武汉肺炎那个时候 啊这个是 7家上市公司里面 应收账款远远超过同期的收入 在2024年上半期 迪安诊断应收账款85个亿 然后营业收入才62个亿 也就是什么呢 就很多要跳出来了 哎说你你习近平要结账啊 你习近平要解决地方债啊 啊这个我们这里也欠很多啊 这是什么现象呢 就就是 往往一救市就有很多债主跳出来 不救的时候发现就欠这么多 然后一救 发现窟窿不止这么多 啊 啊这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市场反馈就是哎 你 就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有这个问题你你不去碰他 就没这么多 衍生的问题在跳出来 那就有时候一拆迁一拆迁哇很多人就跳出来了 你以为这个那里没人管 你你一去动他 他就跳出来 哎呀以前我们那个接触过一些老城区改造 那个房子几十年都没没人管 啊你一拆迁你不知道那个天牙海角 就突然间十几个继承人就跳出来了 啊就一样 这一次就是呢 就发现问题不止那么小 哦原来这里也欠很多医院也欠很多啊 这里也欠很多 就 就没法弄 就这个问题又就更加激化了 哎 所以很很搞笑啊 也就这一次这样你给你搞一下呢 啊 中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危机啊 因为每一次就是失败 肯定会导致问题的更加恶化啊 所以麻烦了啊 后面可能后市呢 还会有一些波动啊啊 啊这个抖动一下 这个对这这些抽筋式的抖动是没用的 最后还是往下走 因为没看头 马上又连底了 又要结账了啊 所以这这 危机才刚刚开始 所以中国这个危机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中国又没谱的情况下 我们再结合看另外一个新闻 就是 朝鲜这个新闻 其实是整个独裁体制现在是荒了的 为什么我这么讲呢 那我们来看啊 今天韩国这个联合参谋部 消息 朝鲜在10月15号啊 就今天中午啊 那就是几个小时之前 中午12点 左右 朝鲜军事分界线以北啊 你看呢还还很谨慎的不会炸到里南啊 在以北 呃 这个 炸毁啊 连接 朝鲜的 金义县和东海县就两个 公路的名字啊 就以前建的一些公路还有什么开城工业园区等等等等 这个连接通路就直接炸掉 炸掉这个 韩国那边不知道啥事啊 所以也是进行那个射击 预警啊 就是你是不是有人要过来啊 这个是预警射击呢也是射击分界线以来 那所以两边都是比较还是其实很有分寸的 那里面 这个联合本部啊 这个 韩国这边就说没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他们炸他们那边 在这个炸的我的韩国这边他他是加强警备啊 就就怎么回事 那那有一些一般的老百姓就很担忧啊 哇韩国是不是也要闹起来了啊 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啊 这个这个朝鲜是不是要来个忙的啊 这个金三胖是不是要要要动了啊 要动起来啊 现在看上去啊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啊 现在我看我们来分析啊 是金三胖慌了 金家皇朝这个这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末日即将来临 他感觉到他的政权这个终于啊 这个皇朝 结束啊 这个巨大的危机啊 即将向他袭来 所以他就炸掉这个公路之后啊 他是准备变成要塞化啊 就变成加固工程 这是怎么理解呢 其实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金家皇朝感觉他要灭亡了呢 其实一直以来 韩国的军事实力相当强 尤其是在最近这 这个民主化之后啊 然后这九十年代之后 韩国经济飞速发展 军事实力极大增强啊 什么世界排名我就不说 韩国军事排名全球第五啊 比色列都不差 非常强的 非常强悍 而金家其实我们都知道外强中干 这个 这个朝鲜独裁政权 他几十年都没有动了 都是在忽悠 所以在这个这个时候呢 以前韩国为什么没有动朝鲜 一个以前什么这个有一个政治正确啊 不要这个还不要动了啊 整个国际局势就这样了啊 是不是在有一个国际秩序 有一个政治正确啊 不要这个侵略啊 互相侵略或者要和平 是吧 所以就 韩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动他 还有一个就比较忌讳有一个俄罗斯 苏联崩溃之后 这个俄罗斯还是 延续这种地缘政治的格局 俄罗斯也是会支持这个朝鲜嘛 但是你看到中国也有可能 抗美援朝的一个一个翻版嘛 但是你发现最近两三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近两三年俄罗斯完蛋了 俄罗斯现在深陷在乌克兰战场 他都没有办法动弹 他的兵士兵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0岁 那我们都报道过了 那俄罗斯 他是已经都不行了 他无力在管这边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还有呢就是中国 中国他自己在崩溃 他的经济在崩溃 他的这个被制裁 然后 中国 在对台问题上他都这么软弱 这这个甭说他还支持朝鲜呢 他支持俄罗斯 中国也被陷入了俄罗斯这个坑里面 所以他很麻烦 是吧 那回头 就是说朝鲜 朝鲜现在失去了两大靠山 一个就如果跟韩国真真动起来 中国跟俄罗斯现在都无力撤印他 俄罗斯还指望朝鲜给他 给他武器 所以朝鲜 他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危机 现在能能保障朝鲜安全的 其实就剩下什么 就剩下政治正确 啊就别比不要战争不要动 是不是 而且啊 你没想 你这个韩国 三天拿下金交皇朝一点问题 没有他这个根本的无力反抗 韩国打朝鲜远远比 这个以色列拿下加沙都都容易的多 容易的多的多 啊这个什么地道都没有 啊 然后加沙这个还有一点啊 里面有很多无辜的人 朝鲜独裁政权是全球文明的 邪恶政权 对他去 核武器化啊 无核化 去军事化 主力要远远小过加沙 所以 一个是最近两三年一个变化是俄罗斯 深陷在这个乌克兰战场 一个呢 就是以色列这个样板 你看一打 以色列整个中东都没人拦得住他 把把你们全部灭掉啊 什么真主党啊 这些朝鲜金正人看在眼里 他慌了 他知道麻烦了 现在如果韩国要动动朝鲜 朝鲜 朝鲜根本无力还击 三天拿下朝鲜分分钟 现在有抗美人潮吗 现在中国能出兵吗 他自己都顾不定啊 这个现在俄罗斯能出兵吗 是吧 所以 所以 现在的朝鲜其实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啊 啊 现在唯一就是一层就是我说的政治正确 啊 那是政治正确在以色列这里的你看就被打得粉碎 所以 这里面 韩国的鹰派已经看出来了 韩国的鹰派是越越日式 我告诉大家 而日本 也在韩国的背后 你看 日韩关系迅速升温 其实都看出来这个东西 你看现在三天时间彻底摆平 中国是一点他没反应过来呢 他这个也没能力反应 所以现在如果韩国能够出手 整个国际局势豁然开朗 可以这么讲 直接拿下他 现在韩国缺什么 就缺一个理由 直接 拿下朝鲜 而且朝鲜还不像那个 那些什么什么 那阿玛斯啊 那些东西 朝鲜这些文言 里面都封锁的这么厉害 都拖北者往外面跑 也没有多少人支持金正恩 所以朝鲜要拿捏起来相当简单 快速结束 国际舆议压力也很小 我是解放朝鲜人民的 是不是 所以朝鲜很危险 我告诉大家 都不会说我们怕那个什么邪恶 轴心国 搞第三次事件 不用怕 现在是他们怕 如果韩国能够走出这一步 其实非常好 这边把朝鲜灭掉了 你看这边 乌克兰马上 欧美 美国不支持拉倒 欧洲支持一下 日本 日韩支持一下 两三下拿下俄罗斯 就剩下一个光棍司令 习近平 啥也没有 所以现在情况非常乐观 我告诉大家 以色列摆平整个中东 全部邪恶势力一锅端 你看是不是 所以现在韩国如果能干这一票 非常好 对全人类的未来 这个都是备而棒 但是呢 所以朝鲜就怕了 朝鲜就怕了 马上断绝一切联系 所以这个金正恩 现在这个动作 他是真慌的 最起码韩国的鹰派 是现在是跃跃欲试的 这将会彻底改变 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 所以现在啊 这个习近平是有点躲起来了 今天看到什么 这个张右侠会见俄罗斯防务部长 又是叫做敷衍了一下 最近中国不断的在敷衍所有问题 习近平谁都不见 你看上河也不参加 东盟也不参加 这个俄罗斯防长专门来到中国 求中国可能又是给点武器 中国直接习近平也不见 习近平先 或者说中共现在有点犹豫 所以这个地缘政治怎么可能巨变即将来临 我告诉大家 这个现在倒是他们怕 我们不怕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拭目以待 那现在说这么多 觉得不错 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会担心地 先来看 我们就会担心地